綠能 難道什麼都能嗎 5萬元資本額加一張桌子 就可以申請到直升機公司特許行業的籌備許可 到底在搞什麼飛機 我們先講 先跟各位所有媒體朋友 以及所有直播上的朋友來報告 本國我們普通航空業的管理規則第七條 有非常明確的明文規定 普通航空業實收資本不得低於新台幣5000萬元 其他營業項目包括商務專機者 實收資本不能低於1億元新台幣 這個就是我們的法條明文規定 我想大家先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再來我們前兩天看到了先由一家媒體獨家報導 指出說有一個海力公司 他們要成立所謂的台灣海力航空 而本來被民航局已經打回票 但是又在經過經濟部的關心之後 變成開綠燈 讓民航局接受他們的申請 那我們要問到底誰有辦法來去這樣子 給予這個航空公司開綠燈 昨天我在交通委員會質詢王國財部長 王國財部長親口證實 是經濟部長王美花打電話給王國財部長溝通此事 所以王國財部長了解這件事情 並不是民航局向交通部報告 而是由經濟部長打給交通部長 昨天我也請交通部下班之前給本席辦公室一個正式的說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交通部給我們的說明是什麼 交通部給我們的說明是 這件事情確實有這件事情 而原本台灣海力航空公司 他因為資本的募資計畫不符合規定 所以本部民航局不與同意 後來再經過他們修正實收資本額5000萬 兩名本國法人 其中之一就是台灣海力公司 也就是我們現在爭議非常多 資本額只有5萬元的台灣海力公司 跟另外一個本國法人 共同出資2550萬元 三名外國法人出資2450萬元 來經民航局核准在11月11號報交通部 11月17號一個禮拜的時間交通部回覆同意 這裡面我先跟大家報告 第一為什麼實收資本額5000萬會拆成2550萬跟2450萬 因為也要規避法規 我們法規有另外規定 持生機行業是特許行業 航空業是特許行業 所以本國的資本絕對要佔超過5成以上 也因此他用兩名本國法人出資2550萬 剛好多出資1% 51% 而三名外國法人出資2450萬 就是49% 等於是本國法人兩名51% 外國法人49% 但是其中之一的本國法人是台灣海力公司 就是資本額只有5萬元的台灣海力公司 我們要問 資本額5萬元 買一台摩托車都買不起 你是在申請直升機公司還是空拍機公司 連好一點的空拍機都可能不止5萬元 一家資本額只有5萬元的公司 今年4月才成立 而且設立的地點是在一個台北市的商務中心 同地點有高達30家的公司 我們馬上再去調出來 這家台灣海力公司 他在台北市松山區的一個地址 7樓 同地址 至少營運中的公司就有30家 30家的公司包括什麼項目 包括旅行社 包括豬排飯小吃店 包括太陽能有限公司 以及包括台灣海力有限公司 我想經濟部也好或是交通部也好 還是民航局都應該先向國人說明清楚 當初直升機行業航空業有特許項目 就是要保障 就是要認為他的門檻相對比較高 絕非一般隨便設立的公司 就能夠來參與經營 結果一家跟所有其他公司 共同經營設立同地點 30家公司都在同一個地方 他只有一張桌子 員工可能就只有一位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資料 校長肩狀中股董事 只有這一位就是他的負責人 賓利亞 也因此我們要問 這家公司到底有什麼通天的本領 可以原本民航局不同意他的 籌備許可 但是在經過溝通協調之後 火速放行就可以讓他同意他的 籌備許可 我們再看經濟部昨天也很妙 火速的出了一個新聞澄清稿 但我們要說這是新聞澄清嗎 不是啊 這比較像是新聞證實稿 因為通篇來講沒有特別講什麼 只有講到經濟部長王美花 詢問交通部長王國財後續發展 你經濟部裡面的新聞稿 就直接寫明了確實就是部長對部長 這一件案件 王美花部長詢問交通部王國財部長後續發展 今年9月展開跨部會的協調 我們先要問交通部跟我們回應的是說 原本民航局回決不予申請 不予申請籌備 那經濟部長王美花 你什麼時候打給交通部長王國財的 是不是在第一次民航局回決這一家海力公司 不予籌備之後 你經濟部長王美花才打給交通部長王國財 請經濟部請交通部說明清楚 再來經濟部的新聞稿裡面特別寫出 該公司初次提出的計畫書不符合規定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一家公司其實申請了兩次 第一次是不符合規定的 而重新調整提出申請 所以才同意籌設 但是還是一樣 交通部也好 經濟部也好 你們證實了原本不予籌設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你們見風轉舵 180度態度大轉彎 變成是同意籌設 這一家公司資本額沒有改變 人力沒有改變 他的相關營業項目沒有改變 為什麼會從原本不同意籌設 變成同意籌設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最大關鍵是不是就是王美花部長 打電話給王國財部長 告知這個消息 所以 我們特別要在今天召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再一次的把這個時間序給說明清楚 並且告訴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不要認為現在是可以鋪天蓋地 為所欲為 也不要認為現在是看守期間 就可以滋意妄為 請經濟部長王美花 交通部長王國財 向國人回答 第一原本不予籌設 經濟部長打給交通部長電話後 才能夠籌設嗎 這是常態還是特權 我們更要請王美花部長說明一下 過去到現在你有多少案件 是由你一位堂堂的大部長 親自來主導 親自來交辦 親自來拜託 可以動用經濟部長打給交通部長 為了一個資本額5萬元的公司 來讓他從不予籌設變可以籌設 除了這一件還有沒有其他件 這是常態 還是特權 第二 另一名本國法人是誰 你說要出資2550萬 佔本土持股的51% 一家是資本額5萬元的台灣海力公司 那另外一家本土法人是誰 如果說兩家的資本額其實都沒有辦法有2550萬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財力 你憑什麼相信 憑什麼放水 憑什麼過關 還是另外一家本土法人 是綠油油 是有關係的 是可以讓你們相信放水過關的 否則一家5萬元資本額的公司 能夠用兩大部長來通過籌備許可嗎 這一點請說明 這整個台灣海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他的股東成員 兩家本土公司 三家外國法人 兩家本土公司裡面的其中一家 是台灣海力資本額只有5萬元 另外一家台灣本土公司是誰 以及最後 籌備許可之後資金就能夠募集 如果你不把關的話 其實坐實了就是假本土增外資 為什麼講說這個第一關籌備許可拿到那麼重要 籌備許可拿到就等於是 你已經拿到了可以籌備的許可 官方認證 你就可以到外面 跟人家在招募資金 跟銀行借貸 做非常多的事情 這不就如同之前我們講黑心快篩小吃店的翻版嗎 黑心快篩拿到了衛福部的進口快篩許可 他就可以拿著那個進口快篩許可的公文 去募資銀行借貸 來去做檔桿 來去做比他公司資本而高很多的業務 這不就是如此嗎 散法律漏洞 請教兩大部會首長王國財王美花 你們認同這樣的行為 這是你們應該有的行為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 不妙 不妙